上面呢 我们主要是介绍了 中国传统木构建筑的 它的一些构成原理 以及它的一些艺术特征 是我们对一个建筑 它的形成艺术规律有一个把握 下面呢 然后我们重点介绍一下 就是中国传统建筑 它在表现呈现方式上 它的一些重要特点 这个和前面介绍的相互联系 又相互对应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传统建筑它采用木结构 进行建造的 唯一受到材料的一定限制 木结构不易形成体量非常巨大的建筑形体 它受到了它的材料限制 但是呢 在实际生活当中 有可能需要建造非常庞大的建筑规模 以满足政治经济文化 以及日常生活需要 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 中国古代呢 就采用了由建筑单体组合成院落 从而形成一个建筑群 来满足以上这些不同的建筑需要 这就是中国建筑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因为我们在了解世界建筑史的时候 我们知道西方建筑由于采用了尊实结构 拱炫技术 以色建筑像教堂啊 宫殿可能建造的体量非常大 以满足它的复杂的功能需要 但是中国采用木建构这种形制以后呢 受到材料限制以后 它要满足同样复杂的这种生活需要 它又采用了另一种处理方式 这就是我们要介绍的这种群体组合方式 也就是说由单体组合成院落 再由院落组成一个建筑群 来形成一个一定规模的建筑组群 首先我们看这种建筑组群 它的构成规律构成方式 最简单的一个建筑群的构成单元 就是院落 这个院落呢 在中国建筑的群体构成当中 它是有它的内在规律的 简单的来说 它就是沿着纵轴线 把单体建筑进行对称式的进行布置 在主轴线上的主要部位建造主体建筑 可以成为正殿或者正房 然后在这个轴线对应的两侧建造配垫或配方 在主垫的对面建造前垫 再加以为和用墙或者廊进行为和 形成一个内向的一个院落形式 这种形式呢 就是中国传统建筑群的一种构成单元 根据不同的使用需要 可以沿着这个轴线向纵深发展 就是纵向形成一进一进的这种院落 所谓院落深深 如果这种纵向院落还不能满足一定的使用要求 还可以横向进行串联 横向进行并联 再不能满足使用要求 还可以在纵向横向再进行扩展 由此形成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建筑群体 这种院落的组合呢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当中 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这种优越性呢 和中国的传统社会啊 它是完全息息相关的 就是它满足了中国传统社会的 这种宗法制度 宗族制度 这种社会的这种礼仪需要 讲究这个社会等级啊 和社会之间的这种传统关系 同时呢 它又满足了 这种防杀 防风 防尘的 移居的这种生活要求 这就从另一个方面 说明了 这种组合方式呢 它的适用性是非常广泛的 无论是南方 还是北方 它加以适当的调节 处理都能够满足 地方上的实际需要 经过这个建筑内部 建筑体量 它的构造方式 建筑材料 以及维和方式的一些变化 院落这种形态的一些 不同的处理 都能够满足不同地区的 它的实际生活的这种 不同的这种需求 因此呢 在中国传统社会当中 无论是宫殿 寺院 还是祠堂 还有一般的民居 都采用了这种 院落组合的方式 只不过在 院落的构成当中 进行一些变化 调试 比如在寺庙 它的布局当中 通过这种院落的组合方式 一进一进的这种 这种院落的布局 这种院落形体的一些变化 来达到 整个气氛的渲染 一般来说 最主要的大殿 或说的大庙 都处在 这组建筑中心的地位 沿轴线 延伸的 最中心的这种空间当中 在整个院落的构成当中 它也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的 我们刚才曾经提到 对比西方建筑 它往往靠体量 建筑宏伟的体量 来 表现它的这种 雄魂 壮丽 在中国传统建筑这种 群体组合当中 它就靠的不是体量 而是靠的它的这种 空间序列的 这种构成 通过这个空间 对比 它的渐进的这种变化 突出它的主要建筑的 雄伟和气度 这里面它有一些非常细腻的一些做法 比如在这个序列的开始的时候 用一些带有标志性的 这个渐染性的一些建筑小品 来进行渐染 提示来表达这个建筑序列的开始 所以这些新岛空间的一些建筑 包括比如说 雀 就是古代的一种大门 一种特殊的一种门 滑表 是柱状的一些建筑形态 再比如牌坊 是一种通透的 类似门的这种功能的一种建筑构置 还有照臂 来表现建筑空间的 特殊这种氛围的 再比如狮子 麒麟 这些雕塑 也可以起到建筑空间的宣示作用 图片当中反映的 这是牌坊 有木牌坊 有石牌坊 它是作为一个空间序列的前导 表示 人们将要进入一个建筑群的 一个序列的开始 图片当中的狮子 滑表 都是作为一个建筑群的前导空间的一个限定 在进入一个重要的空间序列当中 之前 往往有大门 或者说重要的 带有门店形式的这种建筑形态 比如说北京故宫的五门 它是整个工程的一个正门 为了表达这个月落空间的重要性 它的崇高地位 它就将这个实际上是门的功能 它把它建造在一个高大的城台上 来抽出它的这种空间的重要性 以及建筑的重要性 这是往往是就是重要建筑的路口的一个处理 再有呢 就是比较大型的或者重要的一个建筑群 它往往由多近的建筑院落来组合的 这个建筑组合是沿着一个纵向的空间 进行排布 非常有深度 就是说中国的这种建筑空间 就像中国的绘画一样 它是一个卷轴画 你要通过一进一进院落的这种行进 通过这种空间的变化 来最后接近到达它的主体空间和它的主要建筑 从而达到突出它的主要建筑的目的 而不是靠这个主要建筑的绝对的体量的高大 在这个行进过程当中 空间的变化靠什么呢 靠每一个院落的这种形状压抑还是开放 以及院落构成的这种建筑形体的一些变化 来形成这个空间序列的高潮 在形成这个系列过程当中 有时候还采用了这种地面标高的变化 就是由前到后将地面逐渐抬升 到最重要的建筑这种位置 形成了这种高潮 以衬托这个建筑主体啊 它的这种崇高的地位 在西部处理上 重要的建筑往往是体量最大的 所以陪衬两侧的附属建筑 以至于维护的建筑 都是如重心拱越来烘托这个主体建筑 用对比的手法来突出这个主体建筑的重要和尾案 这在中国古代建筑群当中 是有突出的这种表现 此外呢 中国这个古代的这种建筑群体组合呢 又如同一曲乐章 它在主体建筑处于高潮的这种时刻呢 又将这个空间处理进行延续 就是在主体空间之后 还有一些尾声 形成这个整个这个乐章的跌宕起伏 就是这个空间当中的这种表现啊 就像音乐的这种一阳顿挫一样 用空间的这种手法来表现 这种建筑的这种这种气势 我们通过一些建筑类型的不同表现 可以看到这种院落群体组合的一些艺术特色 就像音乐的一种结架 就像音乐的一种物质 不错 就像音乐的一样 在小音乐的一样 颜色的一样 那么一样 就像音乐的一样 感谢观看